一整个赛季的运气都被我用光了 自从第一把三图就爆了金枪 然后可就惨了 那可真是要多惨有多惨 不出意外这波要发达了 爆红了兄弟们 终于翻身了 倒霉的时候连喝凉水都塞呀 今天也太黑了吧 但我感觉还能咬咬牙 过分呀 越来越穷了 后面还跟了个尾巴 哪来的勇气呀 直接就来抓我 枪都不拿 今天是真不掉 昨天出那极品金枪我就有预感了 果然是这么的穷 到现在连个红的都没见着 现在是宁可物资香不要也得开武器香 爆率真的很高 不过这把就有点可惜 就连黑门都是最低标准 离谱 不过这把整体看起来很顺利呀 话说的还是太早了 简直祸不单行 偏偏掉了六级包 幸好还有一个 正好是这个复活点 看来有必要先找身防具呀 二级甲还是太脆 不过现在的boss可没那么好打 全是人 这个先放一放 这才哪都哪呀 你听 还是打boss了 就是现在 别着急 让他多包打一会儿 什么情况怎么不打呢 难道有所察觉啊 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呀 不愧是假掉了吧 换上换上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全为他人做下一个 我吐了 甲又掉了 关键里面有辐射板呀 就很难受 幸好还有存款 买辐射板不成问题 豹子我都不要了 就未来抓你 还不快点拿来 他还没搞清楚状况啊 我在这儿呢 又爆粉了 还是比较需要一个甲 不然小怪都扛不住了 玩好妹后就没啥用了呀 我这么穷都看不上 但他有个精致弹夹还不错 其实他完全错了 多内几发子弹 不如增加稳定性 这把我可得成功了 一直在破坦的边缘排华 谁受得了 你看运气都上来一些 好招头 我怎么感觉有人来了呢 呀 我也很慌 我太脆了 他也没好哪儿去 毕竟新赛季第二天 穷人还是多 这下狗特瘦的了 靶子还掉了 和上把的我一样 不过三级甲只能装一个配件 这就尴尬了呀 真好起来了 第一次这么肥 当然要把握机会多多开箱 终于要告别穷了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感觉现在暴力好高 昨天第一把三图就出金枪 也是武器箱开到的 又有人来追我 就和上把一样 这个我就真是看不懂了 算得运气好 不对 应该是我比较黑 怎么打了半天 一个防具都没有呢 这次还不来 剧情有点熟悉哈 和开局那波一模一样 但这次我可不会再翻车了 休想挠我 全打趴下 是个粉光 武器我都不嫌弃 行 算你狠 哼 但拿下辐射区也不错 收购了当嫖仔 我要多赚点钱买六级 这把应该没悬念了吧 时间已经锁剩五级了 终于可以尝出一口气 真不容易 总估值四百万 最后两个箱子开完走人 闲鱼翻山了 崩溃呀 防不受防 看来今天不适合了 强扭的瓜不甜 明天再翻他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